36周等于是已经9个月了 他还上飞机 他骗了地勤人员说怀孕不到32周 而现在他的孩子成功拿到了美国国籍 行为却遭到了各界踏伐 因为转将安格拉制费用高达300万 还影响到了飞安 并且延误其他乘客的行程 今天在立法院当中 包括了立委还有交通部都要求华航 要向这一名简性妇人来求偿 而且因为华航最大的股东是政府 也就是说这些费用 当然不应该由我们来买单 妈妈现在身体还好吗 用外套把整个头包紧紧 不想让人认出 因为她就是在华航飞机上产女 惹出争议的简性妇人 怀孕36周却欺骗地勤不到32周 而搭上飞机 机上温馨生产画面 背后事实却并非如此 有钱空姐在脸书爆料 其实孕妇在还没起飞前 就已经出现阵痛 空服人员上前询问 简性妇人回说 只是胀气而已 结果起飞后她阵痛不断 羊水还破了 大家劝她情况紧急 得赶快自然产 但简性妇人却硬撑着 怎样都不肯生 频频询问美国领空接近了吗 直到迫降前30分钟 才产下女宝宝 现在女婴顺利拿到美国国籍 但整个过程惊险万分 简性妇人这样夸张的行为 可能没有罚则追究 引来各界质疑 有要定一些规定 去预防这种事情 而且会危害整个飞机上的 生命安全 应该要硬性规定 不然将来这种人应该会更多 整个飞机的旅客 陪着你玩 陪着你玩这种违法的游戏 整台飞机两三百人 你增加了几百万 那最大的股东 华航最大的股东就是政府 那等于是全民负担 除此这种行为的发生 来考量上的话 应该要往求伤的这条路来考虑 转将安克拉制机场的费用 高达三百万 华航表示所有衍生的相关费用 正由保险公司核算中 将建议他们代位求偿 而简性女子恐怕还得面临美方调查 最初文件是否涉及诈骗 甚至拳击乘客可能提出的集体索赔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